现场枪声大作 所有乘客标青惊恐 立刻颜面趴下 再往窗外看过去 只见整条公路交通大打结 路面上满视民众或坐或趴 及早遮蔽物 甚至还有人薄密冒着风险 不忘抓起手机拍下一切 地点就发生在巴西里约 热内卢北部地区一处公路上 当时警方准备打击犯罪分子的行动 但却遭对方开枪反击 伙伴在公路上直接搏火对杠 现场枪声大作 犹如电影情节真实上演 但却是巴西的人民日常 巴西犯罪律在南美洲排名第三 仅次于维内瑞拉以及哥伦比亚 主要就是因为巴西收入不平等 还有贩毒集团相当猖獗 帮派势力做大 几乎和当地政府不相上下 并以经济优势收买贫民窟居民 尽管警方加强装备 以优势活力无情扫荡 但缺乏完整配套 仍造成无辜伤亡 沦入治安恶劣循环 在新闻黄泉一报道